你带我这个 越南籍女子眼看计程车司机 把自己的行李拿下车 焦急询问 司机态度十分不耐烦 挥挥手要女子自己想办法 直接把她丢包在路边 我家站到那个 你自己去叫你自己去叫 他问你放了我自己在这里 我管你那么多干什么 你不做我都跟你下车 事情就发生在1月31号 台中杀戮火车站 越南籍黄太太要搭车到 6公里外的美法电工作 零星司机喊价250 黄太太要求跳表没想到劝 因此发生冲突 说你这样不跳表 没关系你开车去我全给你 自己也不愿意 所以就把我太太赶下车 6公里的距离 大约10分钟车程 以台中市起跳价85元来算 加上续跳里程和乘车时间 跳表车资是222块钱 司机却喊价250元 贵了28块钱 实际来到杀戮火车站 当时零星司机不愿回应 不过当地司机和民众都说 这里本来就有喊价现象 虽然零星司机最后并未完成收费无法开罚 三迪新闻秋远 孙宇丽台中报道